大型機具啟動動工往下進行開挖 缺先生指控機苔建設 想要偷拆歷史建物 十幾個人然後來從這邊開始 打樁破壞 然後就把土倒到這個歷史建物的 一七九地號的地方 南港缺家的德成居百年老錯 險些遭機苔建設破壞 根據文化局資料顯示 德成居屬於歷史建物 若周邊有工程需要經過審議 控訴機苔未申請直接偷偷來 做這些圍籬都沒有經過申請 他們想用重型圍籬 然後躲在裡面破壞古蹟 文化局的官員就應該當場制止而開罰單 然後這是主糧全部都挖斷 如果沒有阻止的話 這個可能全部都倒了 就連自己名下的房屋也遭破壞 缺先生控訴儘管機苔建設 取得土地所有權 但仍有維護歷史建物的義務 卻在十一月二十三號到十一月二十八號 多次看見機具進駐 強拆的狀況 我們也已經提起民行室的訴訟 那我們也促請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依法查證積極調查 該開罰就開罰 指控是並非事實 重型機具進去是為了要搭建為禮 環保的關係 怕有人會丟垃圾 然後還有要維護歷史建物的安全 所以我們那個機具是為了搭建為禮這樣 文化局視察後 確認歷史建物無回損 另外機胎建設 一次破壞鐵皮屋 毀損爭議屬於私權 以證人身份協助筆錄 雙方各說各話 如今已經提告 就看司法如何定奪 三線正常 群耀雲 台北 三線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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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末早 兰雲 三線正常 三線正常